好了 11點多 開兩把準備睡覺了 開的還是紐北 這車是這次選的是豐田的SUBRA SUBRA是經典款 從來沒見過 現在這款是據說是用那個 寶寶Z4的生產線 停產了以後豐田買過來以後 不知道是買不來是跟它合作吧 說弄就說弄幾輛車吧 好我切換一下視角 切換到車內視角 然後用手柄 來玩這個賽事有些不好的地方就是 比如說你看它不會像方向盤 不會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不會像方向盤一樣固定在一個位置 如果我一直按著左 它就會一直打方向盤 如果你是方向盤的話 如果你稍微撥一點 它就會固定在這個位置 所以的話 如果你玩賽車遊戲的話 用方向盤是比用手柄 肯定是要好得多的 這個是平定 存在存在小錢過段時間 想先換個電視吧 這電視有點舊了 很多新的功能都不支持 玩起來還錯誤 錯誤是錯誤 但是 有點小 一個是不支持那個叫什麼HDL吧 也不知道 過段時間再換個電視 再有錢的話 換個方向盤 就好了 前面那個是有法拉利458吧 是一種圓桑 前面是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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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個捷報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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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進沙坑了 哎呦 前有个朋友告诉我说 他看到一篇文章说 上海是全世界劳斯莱斯 保有量最高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上海肯定是有钱人 我在上海待的时候 待在上海的时候 也经常看见一些好车 都是小年轻人 看见一些好车 卡燕那些都不算 法拉利那些满大街都是 法拉利奔利什么的 现在是6月份 上海估计应该是比较热的 刚才他给我重置 不是我自己重置 不是我自己 如果你开到沙坑 或者是草皮里边出不来的话 他就给你重置 重新把你放在塞道上 我现在玩这个是 是PS4的游戏 PS5是兼容的 然后这游戏的总体还行 但是大家吐槽的比较多 就是一个没有天气变化 而且没有开那个 没有那个车损 这车不好开 拿一下样子 今天这天热了 11点多 家里边可能还有31度 风扇也忘了 在经济家忘了拿过来 不过还行吧 现在玩游戏也得晚上 9点10点了 小孩都睡了 要不然炒炒炒炒炒一天 玩不了 小孩又玩玩这个游戏 小孩玩不了这个游戏 这车感觉有点冲 有点冲 刹车踩不住 我把那个地图什么什么都给关了 这样的话就是沉浸感比较强一些 主要是主要就是在驾驶 他可以选的 他可以选的 你这儿 你倒好久了 他的那个车的配置是可以选的 但是具体没有测试过到底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像可以胎选 可以选那个软胎和硬胎 还有什么什么刹车强度 好像都可以调节 前面是个福特GT40 新款的吧 没借过 这车从来没借过 电视节目上借过 就是星期间 就是像大街上没什么人 都去海边玩去了 热的难受 像这天气很多人喜欢去海边 三十五六度 大太阳呢 一点云都没有 去沙滩上躺着晒 嗨 我是受不了 今天今天难受死了 晒得皮都烈了 我今儿今儿中午回来的时候说 睡个午觉 两点回来的 三点睡 睡个午觉 起来打来玩游戏 然后三点睡 睡到四点半 我们起来上班去了 又有警察 可能在冒火花呢 然后完了 就画质会比那个 现在打游戏的话 画质还是不错的 但是 视频录完了以后 放在 放在电脑上看 感觉还是 这个画质会不会 比实际上现在看的要差一些 今天看了那个微软的那个叫Fuza5的那个Fuza5 中文叫什么我给忘了 这那个宣传片 宣传片做的都挺好看的 但是感觉美国人那个好像是微软独占的 所以的话那个游戏 宣传片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那个游戏也 还加入了不少新车呢 像现在这个 我玩这个游戏 如果你想在线上和别人开的话 需要那个什么 还需要再另外预定它那个 那个叫什么包月的那个 就有些可以试玩游戏啊 那些什么才可以 才可以和别人在游戏玩 在线上玩 游戏 就这样和小伙伴在线上玩才有意思 但我们这到这年纪快四十了 三十五六了 也没多少时间去玩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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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她屁股之外 它到直线就不很了 这就是宝石街GT3吧还是GT2GTS 宝石街这个GTS这边是大街上偶尔能看的 少 我住这边都是穷人这里 我到海边去啊就什么游艇啊什么的 警察电脑被查下车了 好到站了第一名 好了第一名 准备去压了